美国邮局最新的涨价预案 除了将永久有效邮票费用 从66美分涨到68美分之外 还包括特殊产品服务的寄件价格 特殊产品服务范围包含认证信件 邮局邮箱租赁费用 现金支票开局费用 以及邮件保险费用 美国邮局表示 虽然价格小幅上调 但美国邮局的服务费用 依然位列全球最经济划算的服务行列 且现在美国邮局公布的涨价服务为预案 真正实行此预案 还需要等待邮政管理委员会的审核 如果审核过程顺利进行 美国邮局预计将在明年1月21日起 实施涨价方案 这次服务费用涨价 已经是美国邮局 自2021年以来的第五次上调 美国邮局官方表示 此举是为了因应通货膨胀加剧 但邮局服务费用再次调涨 还是引发了普遍关注 批评者就认为 美国邮政总长Louis D. Joy 下令美国邮局十年内走向盈利的计划 是牺牲消费者利益的做法 其中就包含将全美平均邮递速度 由三天必达 拖延至六天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